那这个朋友说呢 它是中间薄 两面厚 那有几个问题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 首先呢 从我设备的角度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 应该很小 所以说第一点 我先从设备分析 假如出现这种 中间薄 两面厚的情况 那我第一个要测量的 就是这个滚筒 正常我的滚筒呢 它的跳动在一丝以内 那假如跳动超过一丝 或两丝三丝的时候 那你做出来产品 肯定是不行的 那首先 假如是我处理这个问题 我一定先判断这个滚筒 跳动是不是在一丝以内 这个我们可以用百分秒 去测量它 这是我们正常常用的 测量滚筒跳动的一个工具 百分秒 大家应该都有见过 那正常呢 我判断 我要测这三个滚筒 它有没有跳动 我们就用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大家可以 私下里要 假如不是很明白的 可以去休息一下 其实很简单 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 这个带磁力座的百分秒 把这个座子放在这个墙板上 然后 把开关按上 你看它就吸得很紧 然后调整百分秒的距离 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滚筒转动起来 现在我滚筒因为带了电机 我转不动 转一圈以后 就看这个表的撬动 这当我们测量的时候 这个滚筒要自动转起来 第一个注意的点就是 这个探头 立滚筒不要太靠里 因为容易在滚筒上划伤 第二个 稍微立靠边一点 这样我们测的时候你看 这个表 它是很灵活的 正常跳动在一丝以内 当然这边打完 另外一边也要打的 这个假如都在一丝以内 就证明这个滚筒 它的效果 或者现在这个滚筒 它的形变是特别好 不会有问题的 刚刚 说了那个 关于那个跳动 怎么打表的问题 那 刚刚在后边 你打表的过程中 假如发现没有问题 右边 跟左边 它都是没有错动 或者说在一丝以内 这是正常的 我们中间呢 其实也要测一下 因为你测两边啊 有时候不一定能看出来 中间假如变形很小的话 你不一定看出来 那我建议呢 中间也要打下表 中间打表注意一下 不要把滚筒划伤了 这中间呢 最好用一个胶带 给它拆一圈 然后再打表 这样呢 就能看出来效果 当然呢 左边 右边 中间 三个点都没有问题 那证明我们的硬件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三个滚筒啊 都要打 特别是入料滚 都要打 那这样证明我们的滚筒 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说白了 我们呢 正常思维的话 这滚筒间隙没问题 你料出来没问题 应该就不会有问题嘛 对不对 那这样第二个问题 第一个原因讲完了 第二个 就是关于轴胶叉 当我们发现硬件 没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检查 你的轴胶叉 是否合适 特别做后板 做薄板 有的可能没有 那做后板 一般都会有这种逐交叉 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正常生产的时候 一般都会中间厚 两面薄 跟你们提出的问题 正好是相反的 那这个时候 我就会把这个轴 这根轴 靠着两个机构 靠着两个机构 让那个上纹 有一个交叉 交叉位置 就是它会左右摆动 就是大家可以在纸上去模拟一下 当你中滚不动 下滚左右摆动的时候 那这个它滚动间隙 会发生形变 发生一点点变化 这个时候你坐这板台 就会两边跟中间 是基本上一样 但是有一个问题要提醒大家 当你的轴胶叉 打得过了以后 比如说这边向前 那边向后 轴胶叉打得角度太大 就会出现中间薄 两边厚这种情况 就回到你们刚刚说的问题 那常规我们设备 其实应该都是中间厚 两边偏薄 反而轴胶叉打多了以后 会造成两边厚中间薄 这是第二个原因 那第三个原因呢 大家在群里也在说 关于这个机料的问题 其实也是的 机料嘛 按我们想象 在我们轴胶叉不打的情况下 想象中间机料多 两边机料少 那你们就中间厚吗 当你两边机料多 中间机料少 那你就两边厚吗 那这种厚 它是相对的 可能只有几个丝啊 因为这个滚筒嘛 毕竟它的材料是恒金钢的 它也不容易变形 只不过当你机料冷却的过程中 多少它会有一点形变 可能就几丝 所以你们做的片材 有几丝的片材 就是这样造成的 那第四点 大家也在说 牵引会不会造成 我觉得也会的 特别是后板 薄板稍微好一点 因为薄板经过过程中 它已经定型了 你牵引稍微快一点 只是拉得紧 我 经过下滚以后 片材还没有完全定型 但是呢 你牵引偏快 造成表面被拉伸了 冷却就不拒了 所以就会造成片材 它厚度不均 也有可能会出现 中间薄两面厚 也有可能会出现 峭边弯曲 也有可能会出现 某一个点薄 另外一个点厚 说白了 就是厚度不均 而且不拼的 有个问题 其实在我们料过来以后 塑化也会造成 我什么问题都没有 基调也OK 但是假如你的塑化很差 塑化不是很好 不是很均匀 经过滚筒以后 它滚筒在定型的时候 也会出现不同情况 那这个呢 是可以这么说 是看不到摸不着 它也会造成 那我们说这种跳动 我的经验就是 有这么几点 我可以跟大家再 重复说一下 第一个呢 就是滚筒跳动 硬件的问题 第二个呢 关于主架杀 你打的是不是合理 第三个基调 那是公益的问题 第四个是同步 同步 那第一个就是 跟我们的设备 它调制之后 是不是同步 还是你认为造成不同步 还是本身就不同步 那第五个呢 就是塑料塑化 这也是一个供应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呢 比较 没那么直观嘛 对设备 或者对制品嘛 到最后的要求 还是挺高的 这五点加起来 大家能去零活运用的 应该问题不大 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下 我看有人在说 还有别的什么加热棒啊 不加热了也会造成 这些都是影响 骗财的一个诸多因素之一 我说的五点 特别前面两点 关于设备的问题 它是主要因素 其他的应该是一个叫辅助因素 所以我一直强调 对于设备来讲 硬件 它放在第一位 不管基建是工益 到硬件没有问题之后 工益 这时候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当我的硬件出问题 很难通过工益 来办法求整好 很难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